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个量大 一次性拆了这么一大堆 刚才光顾的几好 也没吃 这个东西可是平常小肥羊的最爱 但是今天它不在家 爽口味的挺不错的 这样吃完的话我感觉有点难 但是这个国家的号座 咱是必须要响应的 要节约 不能浪费 这个面的味道挺不错的 要不到中午咱就把它全部给做成午饭吧 我相信家里面的人应该会喜欢的 吃完的话我把它做 嗯 我给你吃饭了 我给你吃鸡蛋 我给你做好吃的鸡蛋 嘿嘿 咱们今天又要做这个烧饰 没事了 家里面的人有口福了 碎的也不能放过 现在分成了两份 这份碎的我准备一会拿它做炸鸡排 裹上这个炸肯定会很像 这一盘我准备拿它做焖面 在我的世界里我感觉万物皆可焖 尤其是今天这一顿 我感觉到信心满满 先处理一下鸡排 切成薄厚片 刀背敲散 加上葱姜 料酒 抓开腌一下 要不食盐也来点 胡椒粉也来点 面垫混合粉 鸡蛋液干净面 这个抓碎 起锅加油 油温六成热 肉 裹粉 蛋液 裹面 下锅 我敢打薄票 这个鸡排绝对是个大成功 好无敌的 咚咚咚 鸡排炸好了 咱们现在开始做焖面 做焖面的手法呢 我已经做太多次了 这次呢 我一直把面条换了一下 手法呢 稍微变那么一丢丢 肉呢 雷花肉 既肥既瘦 有肥有瘦吃起来想 去个皮 把它切成片 锅油底部先煸肥肉 煸刀拌干下瘦肉 老抽 蚝油 胡椒粉 下锡儿刚刚煮好的豆角 这晚上煸好粽化 就稍微不一样的步骤了 你需要加一丢丢食盐 加适量的水 等这个豆角炖肉 炖肉烧好之后 就可以放面了 炖一半就差不多了 放面饼 全部进去 铿瓶盖上锅盖 小伙们10分钟 然后看情况 再搅拌 把它给拌开 好了 七花吃饭了啊 好 来点菲菜 来点肥肉 来加一块鸡排 咱现在开饭了 这个面做到最后我发现 做少了 诺贝林有一会很多的 所以我就盛了一小碗 请家人先吃 如果一会我下去 还有的话 就说明他们不喜欢吃 然后我就可以继续吃了 这个面总体的橙色 说真的真的是很不错 焖面做到这个效果 这个颜色 味儿咱也不说 这个色相是绝对过得去的 对于这里面这个料呢 我就没怎么多放 毕竟这个面饼 它是有小龙虾的 有烤羊肉串的 就现在这个味道 就已经特别丰富了 这一口下去真的是 很丰富的味道 甚至这个肉 我都感觉到了 干脆面里面那个 稍微一点点的味道 就按照我这个方法说 你们试一试 一定要用这个肥肉 哇 配上这个蒜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也可以试试 很过瘾 有一种开辟新大陆的味道 这一块儿 炸鸡排 重量就是它里面那个面饼 捏的特别的碎 非话不说 咱先尝一口 炸鸡排这个东西 跟面饼和裹那个面毛糠 差别不是很大 你说唯一的差别就是这个表皮 特别的脆 嘎嘣酷 这个东西感觉比面毛糕便宜啊 这个天气挺着太阳吃这个饭 很舒服 吃着自己做的饭 望着周边的环境 一个人在楼顶 风景与美食独享 如果你感觉到生活有点累 你可以试一下 吃着自己做的饭 看着周边的环境 饭吃完了 一会下楼看一下 我估计是没得剩了 因为这个味道 确实还行 这种面本来就是特别脆的 放在里面一闷了 肯定会变得软一点 那么这期的视频呢 差不多就到这了 好 有人炒到吗 哎 完了 哎 哎 啊 好 鲑 push 然后再刷渐 一下 来点 钇子 融合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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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味 1-2-3-4-2-5 planet 哇 啊 噓 糟了 这东西吃起来才过严 正经螺丝面 六斤螺丝的青花 全部在这一碗面里面 我本来讲的是把螺丝全部都挑出来 盖到里面 但是功能太大了 如果这样我已经很满足了 每次吃 六头猪和汤汁浓郁 猪和汤汁 是 成功的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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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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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我去吃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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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